陡人被魏英这么一问 蓝湛的身体微微僵了僵 这个问题 刚才魏英洗澡时他认真思考过 他只是担心他所回答的 魏英是否会喜欢 从心底里 蓝湛非常希望 而且也仍在怀疑怀里的这个男孩 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小魏英 虽然这个男孩被收养时身上没有那件军绿色大衣 地点也不对 但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 只是 在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男孩便是小魏英之前 他不能叫他魏英 但他着实也不愿叫他无限 陷陷之类的称呼 很难叫出口 抱抱 尽管刚才已经偷偷把这个称呼默念了好几遍 但此刻叫出来 蓝湛的俊脸还是不受控地泛起热议 在魏英错愕的目光下 蓝湛撇开了眼 有些难为情地看向地面 魏英眨了眨眼 难以置信地问 叫我什么 抱 抱 他擒着笑意 双手倾捧着蓝湛的脸 让蓝湛指示他 你还是我认识的蓝先生吗 你确定以后都要这么叫我 大庭广众之下也要这么叫吗 有第三方在 我叫你魏老师 魏英笑意微僵 他垂下双手 坐直身子 你只一脚扯了扯睡衣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叶的老师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师 你永远都是小叶的老师 你为什么不喜欢叫我的名字 魏英脸住笑意 神情凝重 目光牢牢锁住蓝湛的双眸 似乎想从他眼里看出端倪来 那叫 现现 蓝湛退而求其次 他不希望魏英不开心 他会努力去克服自己的别扭心理 魏英没了几秒 忽然说道 叫我魏英吧 笑意重新在他的脸上无声绽放 然后他半事叹半迁就地补充了一句 我不介意 一个名字而已 你高兴就好 蓝湛的心疏儿疼了一下 他的手一左一右握住魏英的两只手 温柔而又坚定地否决了这个提议 你不是他 你是你 是独一无二的 他想 他的小玫瑰应该也是希望自己是小魏英的 但他必须告诉他 无论他是不是小魏英 对他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听了蓝湛的话 魏英正正地看着他 难道是自己小心眼了吗 魏英感觉自己如同一记拳头垂在棉花上 不但毫无攻击力可言 对方还又软又棉 不止轻而易举地化开你的怨气 还包容你缠黏你 让你欲罢不能 魏英轻声吻上了蓝湛的唇 第一次主动吻一个人 动作生疏而笨拙 但绵长而深情 魏英有着一颗柔软的心 很容易被哄好 蓝湛的只言片语就能让他的心情变好 实际上 他也不需要哄 因为太喜欢蓝湛 喜欢得低到尘埃里 但他的心是欢喜的 在尘埃里物资开出了花来 小玫瑰如此热情 蓝湛怎可能不成为花下醉 他同样热烈又霸道地回应着 笋吻着 魏英在蓝湛的口中 抑制不住地一出阵阵身影 全身像着了火似的灼热气动 不知不觉 两道身影一起躺落在床褥中 鹿 嘟嘟 鹿 一阵毫无规律地敲门声响起 随后有稚嫩的铜声传了进来 叔叔 魏哥哥在里面吗 唇蛇肆意纠缠在一起的两人 一时之间 所有的动作都被按下了暂停键 蓝湛抬起头凝着魏英 示意魏英不要出声 他调整气息 开口问道 小叶 有什么事吗 魏哥哥答应要给我讲完睡前故事再走的 我现在找不到他了 蓝叶抱着两本会本站在门口 撅着小嘴委屈地说道 张一站在他身旁 看着紧闭的房门一脸若有所思 他们先去的书房 在那里找不到人才来到蓝湛的卧室 魏英眼尾泛红 望着身上人闽唇浅笑 呢喃低语怎么办 大人要守信用 不能说话不算数 我先去给他讲完再回来 哦 蓝湛下意识地表示抗议 拨云聊语 你弄我弄 谁也不愿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打断吧 可魏英却是个例外 乖 魏英抬手摸了摸蓝湛的脸颊 含笑道 要给孩子当好榜样 无奈之下 蓝湛从魏英身上退了下去 拉着魏英的手将人抱起 他看见魏英穿着自己的睡衣 眼底藏了一丝笑意 说道 我去叫小叶进来 魏英点了点头 蓝湛走去开门 他牵过蓝叶的手 对张仪说 小叶交给我 您去休息 张仪应声离开 他走到楼梯口停下脚步 太身望了往蓝湛房间的方向 脸上露出怀疑而又似懂非懂的笑容 蓝叶跟着蓝湛走进卧室 他不认得蓝湛的睡衣 所以对魏英的穿着没有什么反应 魏英把蓝叶抱到沙发上 蓝叶很久没听他讲睡前故事 缠着他讲了一个又一个 没讲完一本绘本 魏英就让蓝湛去蓝叶房间再拿新的 蓝叶见蓝湛每次都只拿一本过来 不解地问 叔叔 你为什么不多拿一些啊 蓝湛不回答他 绷着一张脸坐到魏英身旁 若在以前 蓝湛一定会严肃地要求蓝叶按时睡觉 但是今晚 他不好意思这么做 因为这样显得他别有居心 魏英忍着笑 在蓝叶看不见的地方勾起蓝湛的手指 挠了挠他的手心 和他食指相扣 直到蓝叶上下眼皮打架 沉沉睡去 这场故事会才得以结束 蓝湛微不可查地说了一口气 从魏英怀里抱走蓝叶 我把他送回房间 等蓝湛安顿好蓝叶 再回到自己的卧室 他的小玫瑰已经斜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魏英昨晚赶一份设计稿直到凌晨四点 只睡了两个小时又起床上班 他实在太困了 蓝湛不仁吵醒他 关了房间的灯 轻轻将人抱起放到床上 为他盖上被子后 躺到他身旁 庸人在怀里 魏英睡得很沉 而蓝湛也睡得格外踏实 这一晚 是他二十几年来睡得最安心的一晚 他又梦见小魏英落到他怀里后 变成他的小玫瑰的场景 他将人紧紧地搂着 柔声呢喃 魏英 这一晚